这个是Y2W 你可以看这个叶片有点老了 它这个旁边已经旧了 这个是正常的 老了叶子就会这个样子 然后它有新的叶子长出来 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边 怎么这个叶子也这么硬 捡起来很费劲 我来看一下这个 老掉的叶子还是挺可爱的 老掉的叶子它有什么问题 有白颜色的斑点 有些虫咬的洞洞 经常有客户问我 它的叶子这个样子了怎么办 很简单 等它长出新的叶子来了 你再捡去老的叶子 为什么等它长新的叶子再捡呢 因为这个 鹿角球光秃秃的也不是很好看 你要等它长出新的叶子 再捡的话 那就不是光秃秃的了 否则的话你就 这个也不好看 那个不好看 好了全没了 叶子也没有了 那也光秃秃的也不好看嘛 那个这种嘛 你可以留着 留一会儿 来折一下 笨笨脆的水影 还是挺好玩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清理过的 你可以看它的叶子超级漂亮 超级大 这样子看 它的叶子都是往上飞的那种感觉 很漂亮 它的包子也分了很多叉 这个也是将近六年的鹿角角了 它要长一个新的营养叶出来 小小的营养叶 然后这里是侧芽 泡 是不是 这里也有很多泡 也有很多槽 然后呢 我们就应该要清理一下 把这个叶子给拔了 叶子给拔了 叶子给拔了 把这个叶子给拔了 把这个叶子给拔了 好重啊 然后这个也是侧芽 真的很漂亮 它这个white wing 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 白翅膀 要长这么大 其实还挺花时间的 所以如果你呢 你不想等这么久呢 你也可以直接买 更美意买这种大母猪 很漂亮 这个叶片长spot之后呢 就开始卷起来了 很可爱 它这个spot 已经开始长了 这个就是white wing的spot 就是包子苗了 这也是包子苗 它的叶子都是往上长 非常可爱 很有力的感觉了 放在家里 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我是美意义 在泰国 把落脚捡脉到全世界